Magic Box 现在时间的现在简单式 未来时间要有未来式 进行中持续中我们要用现在进行式 过去时间发生的事当然也有相对应的过去简单式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过去简单式要怎么变化 过去简单式就用在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发生的动作 比方说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蛋糕 I ate a cake this morning 昨天下午5点我去了一趟小木屋调查 I went to the cabin yesterday 等等在过去时间点发生并且结束持续多长并不重要 它这个时间可以是今天早上也可以是一百年前 时间的远近无所谓 只要是在过去指定的这个时间点发生结束 我们就要用过去简单式 过去式的动词变化有很多不规则 例如刚刚看到的eat 它的过去是eat 或者是go的过去是went B动词eat and的过去是was 而are只要变成were 这些不规则的变化 当然没办法只能背起来多练习 但是不要担心绝大部分的动词变化都是规则变化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动词现在式的后面加上ed即可 例如询问ask就变成asked 呼叫co就变成cold 那看用眼睛看look就变成looked 当我们遇到的字尾已经有e的时候 可以直接加上d 就不用再多一个e了 比方说move move 移动这个单字 它字尾已经是e了 所以我们直接加上d moved moved 结尾是y的动词 比方说fly study 这些字结尾都是y 我们记得就要去掉y再加上i-e-d 最后我们看到动词字尾 后三个字母是子音母音子音 这样子的排列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重复字尾再加ed 是哪些动词呢 比方说慢跑 jog j-o-g j是子音 o是母音 g是子音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jogged j-o-g-g-e-d 我们要重复字尾 或者是像drop d-r-o-p r是子音 o是母音 而p又是子音 所以掉了dropped d-r-o-p-p-e-d 是不是非常简单啦 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句 像我最近在调查 这个神秘的怪物事件 有一些同学相当可疑 嘿 你昨天晚上案件发生的时候 你在干嘛 i watched some videos on youtube yesterday 我呢 昨天看了一些 youtube影片 watched w-a-t-c-h的过去试呢 我们就加上ed watched 就变成过去试咯 我呢 又问了另外一位同学哦 他怎么说呢 i played video games in my room last night 我昨晚呢 在房间玩电动啊 play 一样呢 我们加上ed played ok 过去试的动词变化 就是这样形成哦 这还不够简单吗 你就赶快记起来吧 by bwd6